哈喽 各位好 这里是午夜飞行电台 我是VC 怀你的收听 今天我们继续来解锁拥抱冬天的新的姿势 今天我们要解锁的是泡汤赏雪 如果你要问一个合格的冬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一定会说必须要看一场雪呀 如果你问一个完美的冬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我一定会回答一定要边赏雪边跑温泉啊 能够一边享受地泡着露天温泉 一边看漫天雪花从空中飘落 一定早就写进了许多人的梦想清单当中 那这个冬天不妨用春节的七天假期 让梦想照进现实泡汤赏雪 与冬天热情拥抱吧 今天VC将在节目当中为你推荐三处泡汤赏雪的好去处 希望能够给你打开冬天的方式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第一个好去处在海螺沟抬头遇见贡嘎 海螺沟位于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东南部 著名的藏传佛教的神山贡嘎山的东坡 海螺沟因为拥有令人惊叹的低海拔现代冰川而闻名 冬天走进海螺沟 你会恍然以为自己踏进了神话世界 晶莹的现代冰川由高峻的山谷铺屑而下 巨大的冰洞 险峻的冰桥 神奇的冰河和冰永泉 都在静默地讲述着自然的伟大和起立 而整个甘孜地区又有特有的藏文化的传统和悠久的藏传佛教的传说 又给这里平添了几分传奇的色彩 远处高耸的贡嘎雪山更以它独有的方式庇佑着一方土地 那么最妙的冬日体验就悄悄地隐藏在冰川的脚下了 在这样接近冰川的地方却有大流量的温泉热泉甚至是废泉出现 简直就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冰与火之歌 海螺沟的温泉主要分为一号营地 二号营地和贡嘎神汤三个区域 在一号营地当中设置了一个大型的室外温泉池 你在这里能够完全地实现边赏雪景边跑温泉的美好愿望 二号营地呢 则是在昔日冰川科考队营地的基础之上改建的 所以你在二号营地可以看到 一座一座的白色红顶的小房子 错落在白雪和陵海当中 露天的温泉上蒸腾起的水雾飘渺缭绕 非常的具有梦幻色彩 在这里90度的温泉水从时间喷涌而出 顺着山市流进大大小小的十几个温泉池 真的是趣味盎然 而最富盛名的贡嘎神汤呢 据说当中含有的微量元素对于人体是益处多多 而且呢 这个地方的海拔比较低 在这里泡汤的安全性也会更高一些 在冬日的安静的午后 将奔忙了一年的身体泡进温泉当中 边赏雪景边放空自己 不经意地抬头 你又可以和神山共感相遇 我想这就是在冬天的海螺沟当中 一场最好的遇见吧 第二个可以泡汤赏雪的绝佳地点 在日本的北海道 因为这里是最浪漫的冬日情书 提起北海道 我想许多人的脑海当中 都会自动地浮现出 严谨君二的经典电影情书当中的若干戈镜头 但是当你真正地身处北海道的漫天雪花之中 亲自感受了这里的复古和怀旧之后 你就会明白 这里本身就是一封写给冬季最浪漫的情书 作为日本的温泉圣地 北海道有着众多历史悠久 而且服务非常周到的温泉酒店 除了热闹喧嚣的那些知名的温泉之外 隐藏在深山之中的秘密温泉 更是将优美的冬天雪景 温暖的泡汤 以及日本的传统美学里面 进行了非常完美的融合 比如说 灯别温泉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灯别温泉这个名字 它大概是北海道地区最知名的温泉地了 由于灯别温泉的水 全部都来自于一个叫地狱谷的地方 而谷中流出的热水携带的温热蒸汽 又让这里成为了寒冷冬季当中 一块非常独特的温热小道 再加上灯别的周边 即使是在冬季也会有郁郁葱葱的绿植 所以呢 在这里泡汤 你的整个体验就会提升一个level 因为在这里 你不仅可以泡汤赏雪 还会有一些绿色来装点你的视觉 除了灯别温泉 隐藏在渣晃的近郊 近林溪谷当中的定山溪温泉 更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惊喜 由于这里是地处山林 所以定山溪是秋天绝佳的赏丰盛地 而到了冬天呢 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这片山林呢 又会给你的泡汤之旅 营造了最舒服的氛围 在这里泡一泡室外温泉 远眺山林美景 沐浴漫天的雪花 或者是满天繁星 再品一杯日本清酒 绝对是人生一大乐事 不知道你会不会非常好奇 面对着一片美丽的湖泊泡汤 是怎样的体验呢 知乎湖的蜜汤就会告诉你 知乎湖是北海道的第一大湖 它的风景之美呢 已经不再需要更多的描述了 对于知乎湖畔的玩居温泉 就是可以边眺望湖水美景 边泡汤的最佳地点 这座创建于日本大正四年 也就是1915年的温泉旅馆 拥有据说在日本 现在仅有20余处 从脚下有温泉不断涌出的 天然露天浴池 而且呢 这里还非常贴心地设计了 有浴盆被岩石环绕 而岩石的对面就是湖面的 展望露天浴池 这样的泡汤体验 大概在全世界也难遇同款了 而如果你的时间充裕的话 除了在北海道泡一泡温泉 赏一赏雪 不妨到冬季的小尊去走一走吧 看一看冬夜里的小尊运河 漫天的星光和河上的灯光 彼此呼应 再走一走雪灯之路 写下你最美好的心愿 点亮一盏属于自己的雪灯 照亮前方的路 或者再去逛一逛小尊音乐和唐本馆 尽情的释放一次浪漫的少女心吧 这样的完美冬日 我相信是无可取代的 就是我现在一边在节目当中 和大家分享这段美好的旅程 我的心已经马上就要飞到北海道了 如果有机会的话 一定一定要到冬天的北海道去看一看 最后一处泡汤赏雪的地方 为你推荐的是洛伊克巴德 因为在这里 你伸手就可以出到阿尔卑斯山 在岁月静好的瑞士 阿尔卑斯山温泉圣地洛伊克巴德 为泡汤赏雪这件事情 增添了非常浓郁的欧洲味道 洛伊克巴德是从罗马时代 就开始发展起来的温泉城市 而在它漫长的发展过程当中 温泉一直都是这里的金字招牌 像我们非常熟悉的 哥德 莫伯桑 马克吐温等众多的名人 都曾经来到过这里 想必也是为了实现 边赏雪边泡汤的人生梦想吧 如今这里已经有60余处的温泉 每天大约可以涌出 390万升的温泉水 这里的温泉四周都被雪山环绕 距离阿尔卑斯山山顶最近的温泉 大概只有两三百米的垂直距离 真的可以说是触手可及了 在巨大的温泉浴池当中 贴心的酒店还会专门设置一些小的桌子 可以用来放置棋盘美食和美酒 服务生还会为你端上丰盛的餐盘 把餐盘你可以放置在水面上 周到新鲜又非常的有趣 是不是颇有那种欧洲皇室来度假的感觉呢 当然了 洛伊克巴德的美妙不仅在于温泉 当你离开温泉池 践上滑雪道的时候 你就可以尽情地驰骋在阿尔卑斯山脉当中了 如果你不太敢去滑雪或者滑累了 那到小镇上去随意地走一走 又会被它朴实而又不实浪漫的气质打动 这里就是梦想当中 欧洲小镇最应该有的样子 在这个冬天 泡汤会用恒酒的温暖来治愈你 而赏雪则会用清新浪漫来感动你 那在即将到来的冬日假期 不妨给自己放一个长假 在冰火两重天当中 来寻找打开新世界的最佳方式吧 我是威飞 祝你有一个快乐的冬天 这期节目就是这样 下期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